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富士康和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他们将加强人工智能合作 小企业是否陷入了大麻烦 卢比小幅上涨跟随亚洲同行 但地缘政治风险限制了上涨空间 Ad匹配了第三季度的盈利预测 但降低了下个季度的预期 科技领袖表示 人工智能将改变工作的含义 请大家收看 富士康和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他们将加强人工智能合作 日今亚洲 台湾iPhone组装商富士康和美国芯片开发商英伟达 正在加强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合作 富士康此前已经使用英伟达芯片建造了AI数据中心 并将利用这项技术开发新型数据中心 应用于智能制造 生成式 AI和电动汽车 EV平台等各种领域 富士康还展示了其最新的EV车型 Model B 其续航里程达到450公里 英伟达的CEO没有提及对中国销售的新限制措施 这将影响到英伟达的A800和H800芯片 小企业是否陷入了大麻烦 金融时报 随着利率上升 美国的小企业可能面临着增加的利息成本 根据高盛经济学家的说法 与大公司相比 小企业已经承担了更高的债务成本 标普1500指数中 规模最小的一半公司的企业债务的实际利率 已经上升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经济学家估计 到2030年代中期 小企业的利息支付将占到总产出的约8% 而疫情前的份额为6.8% 这将导致自2021年以来 企业利息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增加40% 然而 小企业利息成本的上升 预计对美国整体经济影响有限 经济学家估计今年对GDP增长的拖累 仅为0.1个百分点 小企业在经济衰退中 被认为不够有弹性 更难获得信贷 但他们可能通过强大的财务状况 和健康的资产负债表部分 抵消了较高的利息成本 卢比小幅上涨 跟随亚洲同行 但地缘政治风险限制了上涨空间 路透社 周三 印度卢比对美元略有上涨 但由于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 无法充分利用其他亚洲货币的涨势 卢比对美元的交易价格为83.2325 而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为83.2575 尽管其他亚洲货币的强势 提供了一些缓解 但高企的油价仍对卢比构成风险 交易员还密切关注 美元卢比隔夜现金利率和远期溢价 担心美元短缺 投资者正在等待周四的美国失业救济申请数据 以获取进一步的市场线索 Ed匹配了第三季度的盈利预测 但降低了下个季度的预期 路透社 瑞士工程集团Ed报告称 2021年第三季度运营利润、利息、税项和摊销前利润增长13% 达到14亿美元 符合预期 然而80亿美元的收入略低于分析师的预测 净收入为8.82亿美元 低于预期 Ed被视为全球经济的晴雨表 该公司报告称 第三季度订单下降了2% 美国的两位数增长抵消了中国的下降 Ed表示 预计第四季度可比收入将实现低至中个位数的增长 而2023年全年增长将在低两位数的百分比范围内 科技领袖表示 人工智能将改变工作的含义 华尔街日报 人工智能AI将需要社会重新思考人们如何度过时间 并可能消除许多职业 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表示 他在一次会议上表示 社会将不得不面对这种转变发生的速度 并补充说人们需要有能力和影响这种变化的能力 与此同时 知名风险投资家Vinode Kosa表示 人工智能将在十年内完成我们今天所知的80%的80%的工作 航空航天公司在班布里奇开设了一家新的750万英镑设施 BBC 总部位于北爱尔兰的航空航天公司汤普森航空座椅公司 将在班布里奇开设一家价值750万英镑970万美元的测试设施 这个新的动态测试设施将使工程师能够模拟飞机坠毁的条件 并评估座椅的表现 以前 汤普森必须在美国或欧盟的设施中进行测试 这增加了开发过程的时间和成本 这项投资是由汤普森的中国所有者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的 还得到了北爱尔兰投资署的额外资金支持 汤普森向包括达美航空和新加坡航空在内的航空公司 供应商务舱座椅 早盘报价 中国数据超预期 但中东前景令人担忧 路透社 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 第三季度GDP增长放缓至4.9% 超过了4.4%的预测 9月份的零售销售和工业产出也超过了预期 表明北京的刺激措施开始产生影响 然而 房地产行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担忧因素 与此同时 对加沙医院爆炸事件引发的中东冲突扩大的担忧 使得中国经济的积极数据被掩盖 市场反应较为平淡 中国蓝筹股仍然稍微下跌 由于对中东冲突和石油供应潜在威胁的担忧 油价上涨了约2% 债券市场也受到冲突和通胀影响的影响 摩根大通将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预测上调至年化4.3% 意味着民意增长超过7% 日本央行不得不购买国债以限制收益率上升 因为亚洲债券市场感受到了余震 在企业新闻方面 Netflix和特斯拉将发布其财报 菲律宾暂停推出其首个主权财富基金 日经亚洲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二世暂停了菲律宾首个主权财富基金 马哈利卡投资基金的实施 此举是在经济学家 学者和民间社会团体的反对声中采取的 他们对资金透明度和治理提出了担忧 政府与菲律宾国家银行 菲律宾土地银行和菲律宾发展银行 原本计划提供该基金的初始资本注入 尽管菲律宾土地银行表示 已经向该基金注入了500亿菲律宾比锁 8.81亿美元 仍然保持强劲 但菲律宾发展银行担心可能超过最低资本要求 因此寻求监管宽松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预期 刺激措施开始发挥作用 日经亚洲 2021年第三季度 中国的GDP增长了4.9% 低于上一季度的6.3% 超过了市场平均预测的4.4% 为了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借贷和需求 该国进行了多次降息 并降低了购房首付门槛 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增长了6.2% 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9.1% 尽管对消费者需求降温表示担忧 但9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5.5% 对于2023年中国的GDP预测存在分歧 接近官方目标约为5% 2023年大西洋飓风季何时结束? 华盛顿邮报 自9月以来 2023年大西洋飓风季相对较为平静 如果10月结束时没有任何风暴达到飓风强度 那将是自2013年以来的首个无飓风的月份 活动的减少可以归因于大西洋开阔区域风切变的增加 以及一系列冷风带来的较凉、较干的空气 然而 有一个热带波可能会成为本季度第20个被命名的风暴 并威胁到小安的列斯群岛 飓风研究员菲利普·克洛茨巴赫预测 由于有力的条件 10月下半月的活动将高于平均水平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其中包括富士康和英伟达的人工智能合作 美国小企业面临的利息成本上升 印度卢比的走势 APP的财报预测 人工智能对工作意义的改变 航空航天公司在班布里奇的新设施 中国经济数据 菲律宾主权财富基金的暂停 以及2023年大西洋飓风计的预测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下富士康和英伟达的人工智能合作 这次合作将为智能制造 升城市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 带来新的技术应用 富士康展示了他们的最新电动汽车 Model B 续航里程达到了450公里 这次合作将为富士康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发展机会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美国小企业面临的利息成本上升 随着利率上升 小企业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成本 虽然这对小企业的影响可能有限 但是这也提醒我们 小企业需要更加有弹性和稳健的财务状况来应对这种变化 在货币方面 印度卢比的走势受到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 尽管印度卢比对美元有所上升 但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限制了升值的空间 这也提醒我们 在货币交易中需要关注全球的风险因素 App的财报显示 他们第三季度的运营利润增长了13% 但收入略低于预期 这也提醒我们 全球经济的波动对企业的营收和利润都有影响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改变工作的含义 这也是科技领袖们对未来的预测 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可能消除许多职业 社会需要重新思考人们如何度过时间 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科技发展时需要有弹性和适应能力 航空航天公司在颁布里期开设新的测试设施 将有助于提高工程师的测试效率和降低开发成本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 也反映了科技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重要性 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 GDP增长放缓至4.9% 但超过预期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刺激措施开始发挥作用 不过房地产行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担忧因素 菲律宾暂停推出主权财富基金 这是在民间社会团体的反对声中做出的决定 这也提醒我们在推行政策时需要考虑到众多因素 并获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预测 虽然目前相对平静 但专家预测在10月下半月可能会有新的飓风出现 这提醒我们在这个季节需要保持警惕 关注飓风的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我的观点分享 现在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